大家好,这里是CEA找生物网 这里和我们继续学习数组 最长的主要内容是 字符创与数组、二维数组 以及二维数组事例 首先来看一下字符创与数组 字符创长量是有一对双一号扣起来的字符序列 CEA元中没有专门的字符创变量 字符创的存储是通过字符数组来实现的 字符创中的每个字符作为一个数组元素来存储 占一个字节的空间 这是一个字符创CPP-COS 总共是九个字符 在内存当中存储的时候 自动在末尾添加了一个干0字符 表示字符创的中指 因而CPP-COS在内存当中占据了十个字节的空间 包含干0 而CPP-COS的长度是九 不包含干0 我们来看一个例子 CPP-COS用双一号扣起来 CPP-COS用双一号扣起来 这里双一号用转印 Slide off 计算一个字符创的大小 包含干0字符 再计算一下字符创的长度 不包含干0字符 计算字符创的长度 我们可以用 Strlen凯数 这个凯数来实现 这个凯数呢 跟printf一样 也是一个C酷凯数 编译的时候出现了一个警告 隐含声明 隐含声明 要使用Strlen凯数 需要包含String.h的文件 凯数要先声明后使用 这就是声明 Strlen凯数的声明 这次编译没有问题 运行一下 CPP-COS的大小等于10 CPP-COS的长度等于9 不包含干0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字符创变量的初始化 刚才我们说过了 声明当中没有专门的字符创变量 来保存字符创 字符创的存储呢 是通过字符数组来实现的 因为我们要存储一个字符创 可以定义一个字符数组 给它初始化 Hello Hello的长度是5 这里定义的字符数组的长度是6 遇留了一个字节 干0 这是第二种初始化方式 这边不需要指定长度 那么它的实际长度是等于6 也预留了一个干0字符 第三种初始化 画括号 然后是一个字符创变量 第四种初始化 我们只给字符数组当中的前五个字符 初始化 前五个字符初始化 那么第六个字符 它的初始值就等于0 等于0 实际上呢 干0就是0 干0的ask码就等于0 这两个是等价的 第五个字符 第五种初始化方式 指定6个字符 那么这边的长度省略 这个字符数组的长度 就是6 那么如果我们 这里不给出干0的话 最后一个字符没有给出的话 那么这个字符数组的长度应该是5 这个字符数组的长度是5 不包含干0的 那么这时候 这个字符数组不等于字符创 因为字符创需要有干0来中止 所以字符数组不等于字符创 但是字符数组可以保存字符创 这个大家一定要注意一下 字符数组并不等价于字符创 但是字符数组可以保存字符创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二维数组 二维数组是最经常使用的一种多维数组 类似于是有一个含和列组成的表格 这是二维数组的声名 类型 数组名 常量表达是一 常量表达是二 第一维第二维的维数 这里就定义了一个三行四列的数组 它类似于一个由含和列组成的表格 三行四列的数组 一个二维表格 三行四列 这是一个一维数组 一维数组 一维数组我们可以把它看成是由四个整形数据构成的 每个元素的类型都是整数 二维数组呢 实际上我们也可以把它看成是一种特殊的一维数组 我们可以把它看成是一种特殊的一维数组 里面的一维数组组 里面的每一个元素呢 都是由一个一维数组构成的 A0 A1 A2 二维数组 二维数组我们可以把它看成是一个特殊的一维数组 这里面 这里面我们可以把它看成是一个一维数组 它包含三个元素 它包含三个元素 A0 A1 A2 而每个元素呢又都是一个一维数组 包含四个元素的一维数组 一二三四 这是二维数组 同样的道理 三维数组 三维数组 我们可以把它看成是有一个二维数组构成的一维数组 这是一个二维数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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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0 A1 三维数组 我们可以把它看成是有一个二维数组构成的一维数组 数组里面有两个元素 第一个元素 它是一个二维数组 第二个元素 它也是一个二维数组 这就是三维数组 以此类推 其他的数组我们也可以这么定义 从类型的角度来理解数组 那么最常用的是多维数组是二维数组 接下我们来看一下二维数组的初始化 三维数组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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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如果我们只给出部分初始化 那么剩余部分就初始化为0 跟一维数组是一样的 比如说 只到十一维子 那么剩余部分 最后一个就初始化为0了 第二种初始化方式是分函初始化 分函初始化 同样的 这里面的分函初始化呢 也可以部分初始化 对每一行元素呢 部分初始化 如果这个省略了 那么第一行 第一行的最后一个字符 这里面呢 它是四列 四列 我们发现这里面的四列 第四列它实际上都没有初始化的 初始值都是0 第四列 初始值都是0 如果这个3 我们也省略了 那么这个位置也是0 这是二维数组的初始化 那么二维数组在存储的时候呢 也是按照线性存储的 按顺序存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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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第一个元素 第二个元素 第三个元素 第四个元素 第五个元素 第六个元素 以此类推 这些元素的空间呢 是连续的 这些元素的空间是连续的 我们可以看一个例子 定义一个三行四列的数组 第五个元素 第五个元素 我们可以打印它的地址 第一个元素的地址 第一个元素的地址 实际上第一个元素的地址也等于数组名 是等价了 是组名 还等于什么呢 A0 A0我们也可以把它看成是一个地址 第一行的首组名 第一行的首地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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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发现这三个地址是等价的 实际上都是第一个元素的地址 第一行的首地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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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看一下A04 A04的地址是多少 A04 第一行 第一行第五列 第五列的地址 那这时候呢 对于一维数族来说实际上 比如说A4 A4就是一出了 那么对二维数族来说 A04 A04 它的地址实际上呢 变成了第二行的第一个元素 第二行的第一个元素 也就是说A04 跟A10 是等价了 这两个是等价了 这两个地址是相同的 我们来验证一下 我们来猜想 百分之P 打安逸输出地址 跟第二行的第一个元素是等价的 果然我们发现了这两个地址是一样的 这两个地址是一样的 那么这里面的地址的规律 A害 他的地址 应该等于 A100的地址 A100的地址 再加上 函数 第几行 第几行不是函数 它的行号乘以 它的列数 当前是适列 再加上追 A100的地址 加上 当前是第几行 乘以列数 再加上 当前所在的列 这就是Aij的地址 二维数组 引用的时候 也一样的是通过下标来引用的 这是一三 实际上是第二行 第四列 第二行第四列 二维数组存放的时候 也是按照线性存放的 第一行 那么第二行 紧接在后面 地址是连续的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个例子 二维数组的矩阵转置 这个例子呢 我们先运行一下 这是一个两行三列的二维数组 矩阵转置之后呢 变成了三行两列 三行两列 行与列呢 导过来了 一二三四五六 变成了一二三四五六 行转转成了列 那么这个例子 实际上也比较简单 第一个红 行两行列三列 第一个数组 两行三列 初始化 一二三四五六 再定一个数组 列当成行 行当成列 那么把原始的数组呢 打印输出 再输出一个换行符 再输出一个换行符 输出一个换行符 然后矩阵转置 B的 B的追 追是列 列当成的行 I呢 是原始的 矩阵的行 行当成的列 等于Ai追 这样子就实现了转置 然后我们再把它输出 行列 行列 变成三行两列 由哪的列 变成了行 把它输出 这个例子比较简单 接下来看第二个例子 统计C程序 关键字个数 这个程序呢 实际上是我们 之前的一个程序的变种 是这个程序的变种 这个程序实现什么功能呢 运行一下吧 这个程序实现的功能 就是WC的功能 统计输入的 一连串字符 它的字符的 它的函数 单词数 以及字符数 我们现在要统计 当然也可以 重定下 输入重定下 从一个文件 来统计 函数 单词数 以及字符数 那我们现在呢 要统计 C关键字的个数 要统计 C关键字的个数 我们最关心的是 单词数 最关心的是这一项 我们要解析出 每一个单词 然后呢 将这些单词 与C当中的 关键字进行比较 进行比较 如果比较相等的话 相应的关键字数呢 要加一 另外我们 可以利用 这个程序的 单词的解析 这个程序 单词的一个解析 实际上 无非就这两种情况 等于空白字符的时候 State等于2 说明我们 单词呢 不在一个单词里面 否则的话 我们就遇到了一个字符 在单词里面的一个字符 如果State等于2 State就把它字为In 这实际上是一种 简单的状态机 这个程序已经写好了 我们也先运行一下 A.out 从标准输入 Unsigned CHA CHA Ctrl D 结束 那么这里面呢 是C的关键字 总共有32个 出现的次数 CHA出现了 两次 CHA出现了两次 Unsigned出现了一次 出现了一次 其他字符呢 其他字符呢 出现的次数是0 都是0 当然这个数据呢 可以从标准输入获取 也可以从文件获取 那我们就需要进行输入重定项 小一号 统计一下这个文件当中的 C关键字出现的次数 CHA出现了两次 Else出现了两次 For出现了两次 等等 等等 然后我们具体来看一下 这个程序 具体来看一下 这个程序 我们来考察一下 C的32个关键字 C的32个关键字呢 最长不超过8个字符 长度呢 不超过8 ANSIC语言的规定的 关键字呢 长度不超过8 不超过8 总共是32个 这样的一个字符串 32个这样的一个字符串 每个字符串的长度 我们可以预留 9个字符的空间 9个字节 那么总共有32个 32个 所以我们这边可以定义一个二维数族来保存 这是一个二维数族 二维数族我们可以把它看成是一个一维数族 可以把它看成是一个一维数族 包含32个元素的一维数族 包含32个元素的一维数族 而每一个元素的长度又都等于9 每一个元素又是一个一维数族 长度为9的一维数族 也就是说每一个元素用来保存一个关键字 一个c关键字 用一个二维数族来保存 含表示关键字的个数 类表示每个关键字的最大长度 然后我们要统计 出现的这些关键字的个数 还需要定义一个数族来保存出现的次数 counter 32 32个关键字 用一个数族 包含32个整形数据的数族来保存 出时值等于0 等于0 接下来我们要去解析单词 解析单词 把解析到的单词保存到word变量当中 我们假定当词的字符数不能够超过31个 保存到word变量当中 状态state 出时状态等于out 出时状态等于out 我们从标准输入获取字符 如果发现是空白字符 如果发现是空白字符 那么意味着当前的状态要改变成out 不在一个单词范围之内 否则的话 如果当前状态是处于out状态 处于out状态 并且遇到了一个非空白字符 非空白字符 也就是说是单词的一部分 那么我们就应该把状态state改写成in 这里面相当于是一个状态机 就两种状态 out 如果我们遇到了非空白字符 并且当前的状态是处于out状态 那么我们就把状态更改成in状态 更改成in状态 并且要把这个字符呢 保存到word当中 保存到word当中 把一个字符保存进去 post加加 post的初始值呢等于0 保存到这个字符数组当中的 第一个位置 并且把post加加 接下来我们要获取第二个字符 第二个字符 如果它还是不是空白字符 不是空白字符 由于单前的状态等in 所以说它会进入到 这一行 这一行 我们不需要再去更改状态了 不需要再去更改状态了 当然这两个也是可以合并的 如果合并起来的话 我们每次都要更改状态等于in 那么就多做了一件事情 我们当前呢 它当前状态就已经是in了 我们又得到了一个非空白字符 那我们只需要把这个字符呢 保存到word的输主当中 相应的位置 post再加加 再获取一个字符 再获取一个字符 如果这时候我们遇到了空白字符 遇到了空白字符 那么状态要转换成 out状态 状态要转换成out状态 那么这时候我们要给这个数珠 加上一个-0 表示字符创的一个中指 字符创的中指 post等于0 post等于0 以便下一次统计的时候 下一次获取一个单词的时候呢 保存到word的第一个位置 那也就是说我们现在呢 得到了一个单词 已经保存到word变量当中了 接下来我们应该把这个单词呢 跟keywords当中的关键字进行比较 便利32个关键字 keywords i keywords i keywords是一个二维数族 keywords i keywords i就表示这里面的第几个关键字 第几个关键字 它还是一个一维数族 keywords i还是一个一维数族 是一个字符创 跟word进行比较 这是一个比较函数 字符创的比较函数 注意两个字符上比较不能够用等等 而应该用一个酷含数 strcmp 用strcmp来进行比较 如果相等的话等于零 如果word比它大 那么就是大于零 如果比它小就是小于零 如果相等的话 如果相等的话 那我们就把相应的计数 计数器呢 加加 counteri 那么第一个关键字 出现的次数 保存到counteri里面 blake循环 blake循环 已经找到了 循环跳出来了 不需要再查找了 那么当输入的字符 结束的时候 eof 遇到了eof while循环跳出来了 然后我们统计一下 这里面关键字 以及关键字出现的次数 用这种格式 把它打印输出 左对齐占据八个位置 这个字符刷占据八个位置 百分之定 这就是我们最后的一个输出结果 unside的关键字出现了一次 chair出现了一次 当然我们还可以出现 其他的非关键字 这些非关键字 在辨历的时候 辨历到一个单词 在里面进行比较 这里面进行比较的时候呢 循环过来 比较的时候都不等于0 都不等于0 那么相应的关键字 计数期呢 没有加加 还是都是等于0的 只有一个chair 等于1 那么这个例子呢 就演示了二维数族的一个使用 这是一个二维数族 并且演示了二维数族的初始化 另外这个程序呢 还体现了状态级的一个编程式想 这里面有两个状态 在单词外面 在单词里面 像这行代码呢 我们还可以用一个库函数来替代 空白字符 是否是一个空白字符 可以用这个函数来替代 Map is space 需要包含ctype.h 实际上strcmp应该包含string.h 他刚才没有警告 刚才没有警告 gcc-w -g 这样子的话就警告了 strcmp隐含声明 隐含声明 -w 表示警告 输出所有的警告 因为我们在编译的时候呢 最好都要加上 -w -g 表示生成调试信息 生成调试信息 现在我们再编译一下 in-space in-space 解册了 没有问题了 判断一个字符 是否是一个空白字符 我们可以用 in-space 函数 in-space 它判断的更准确一些 -f -n 还有-a -t 空格 -f -n -r -t -o 这些都算是空白字符 都算是空白字符 ctrl d ansign 出现的次数是1 其他都是0 输入重力下 输入重力下 这里面char出现了两次 else出现了两次 if出现了三次 int出现了三次 等等 这个文件 那么这节课的内容呢 就是这些 字符创与数组 二维数组 以及二维数组的事例 这次课就到这里为止 感谢大家的收听 感谢大家的收听